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节气当中的金泽 那理论上来讲 金植啊 那理论上来说呢 今天应该会打雷 春雷惊动了 在地底下的这一些虫 然后呢 纷纷地探出头来 真的是一个好一个春天的景象 在24节气当中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 这一个3月5号的金植 因为感觉上面很生动活泼的感觉 好 今天的天气呢 应该不会打雷 各地都还相当的稳定 而且呢 因为呢 风向转为吹西南风 带来的是非常温暖的空气 所以呢 各地的温度都会温暖如下 所以今天呢 从现在开始 就会一路的温度上升 到中午前后呢 各地的高温呢 其实都相当的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 气象鼠的预测 那么北部地区 晴时多云 降与几率呢 是20% 但可以看得到阳光 阳光普照的几率 其实非常高 白天的温度呢 是16到32度 所以包括了北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都可以到 30度以上 中部地区呢 晴时多云 降与几率也是20% 白天的温度是19到32度 南部地区 晴时多云 降与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1到32度 那么东部地区 晴时多云 降与几率呢 是1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34度 澎湖地区 多云短暂震雨 降与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0到28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宜兰 目前是18度 台中 以及花莲 目前是20度 台南24度 高雄23度 宜兰 以及澎湖 台东跟澎湖 目前是22度 好 今天呢 因为这个风向呢 再加上呢 春天的地面下的水气 还是蛮多的 所以呢 在今天西南风的暖湿空气的 这个带领之下呢 很容易出现春天特有的返潮现象 就是你会觉得说又没有下雨 也没有漏水 为什么地板上就感觉上是湿湿的 这个呢 是在春天当中呢 常会出现的现象 如果碰到的话 就轻饶一点把它擦干吧 这是呢 在春天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这样的天气状况呢 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三 但是呢 这个 就维持到今天 明天凌晨开始呢 北部地区就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接着温度会一路下滑 中部地区大概是中午过后 下半天呢 才会开始逐渐的受到影响 所以呢 今天温暖如下的天气 请大家好好的享受 但明天 如果要早取的朋友的话 就要注意添加衣物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 跌多涨少 不过非成半导体 还是非常的强势 道成功率指数呢 下跌了97点 收盘指数 38,989点 跌幅0.25% 那萨克下跌了67点 收盘指数是16,207点 跌幅0.41% 标普百指数 下跌了6.13点 收盘指数是5130.95点 跌幅0.12% 只有非成半导体 那么整个的这个交易期间呢 都是在平盘之上 而且该高走高 这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52点 收盘指数是4981.97点 涨幅1.06% 那非成半导体当中呢 主要的这个引领上涨的 还是NVIDIA NVIDIA呢 继续的大涨了3.6% 另外呢 美超围 不是超围 是美超围呢 也飙涨了18% 另外呢 超围的股价呢 其实也上涨了超过了3% 来到了上涨了 超围的股价上涨了1.34% 另外呢 台积电的ADR的部分呢 也上涨了3.26% 所以呢 AI还有AI相关的这一些半导体类股呢 昨天呢 仍旧是最强势的个股 那其他在七大科技公司当中 扣除掉了NVIDIA的大涨之外呢 剩下的6家都是下跌的 微软小跌了0.14% 苹果跌了2.54% 亚马逊跌了0.36% Google跌了2.76% Meta跌了0.82% 特斯拉更是大跌了7.16%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油球的价格下跌了1.2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8.74美元 跌幅1.54% 白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0.7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2.80美元 跌幅0.9% 其实昨天呢 OPEC Plus是由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国呢 他们决定说呢 要继续的减产 维持到今年的第二季 那这个延长减产的效应啊 其实在前两个星期 都已经反映了 所以呢 昨天宣布了之后呢 反而油价出现了利多出镜的效果 所以呢 油价不涨反跌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则上涨了0.33% 另外在贵金属的部分啊 是涨多跌少的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债务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这个债务非常成长的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凡是去交易债务贬值的这样子的一些交易呢 它就会变得很强劲 所以黄金呢 上涨了30.60美元 每盎司报价是2126.30美元 涨幅1.46% 白银的期货呢 继续的大涨了2.68% 铜的部分呢 其实偏工业需求 铜的部分呢 就小跌了0.12% 把金的部分呢 上涨了1.13% 另外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小跌了0.04个百分点 来到103.82 这里面呢 欧元跟英镑对美元升值 但日元对美元呢 贬值小幅度的贬值 来到150.52日元对1美元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市报价股价指数下跌了42点 跌幅0.55% 报价市商工会指数上涨了22点 涨幅0.28% 德国弗兰克指数下跌了18点 跌幅0.11%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全球风AI 那么NVIDIA呢 连续的大涨啊 使得NVIDIA的市值呢 已经来到了2兆 0600亿美元 而这个2.06兆美元 不但稳定的超越了 包括了像是亚马逊 还有Google 而且呢也超越了沙奥地阿美公司 这是沙奥地的国营的石油公司 那么根据这个估算呢 目前呢 沙美公司呢 它的市值只有2.03兆美元 这当时其实跟这个 沙奥地阿拉伯自愿减产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它的营收势必受到了影响 所以呢我们看到 辉达今年以来呢 其实已经涨了66% 好像去年已经涨很多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两个多月的时间呢 已经涨了66% 而这个沙美呢 今年以来则是跌了5% 所以呢辉达呢 已经超越了沙奥地阿拉伯的 这一家国营石油公司呢 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公司 仅次于微软跟苹果 它不只是全美第三大 已经是全球第三大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全球的股票基金啊 其实在上个星期啊 可以看得出来 在更前一周的 NVIDIA的效应 就当辉达公布了财报 还有财测 都超乎预期之后呢 那么AI多头点燃 对于全世界的科技股 都有这个很强的吸金的效果 所以呢我们看到 上周截至2月28号为止的一周呢 全球的资金呢流入股票市场的 那么增加了69.8亿美元 那么扭转了前一周 还流出了29.3亿美元 但这里面呢 主要还不只是流入美国 美国只有小幅流入了1.96亿美元 反而是流入最多的是 亚洲的股票市场 流入了35.6亿美元 你就知道韩国日本台湾 为什么在最近的股市 这么强劲 那么欧洲的部分呢 也只有流入了25.2亿美元 而且呢亚洲股票市场的流入呢 是连续两周都是如此 那么在前一周呢 美国股市跟欧洲股市资金 还流出 到了这个2月28号那一周呢 才转为流入 但是呢亚洲呢 是连续两周呢 都是净流入 另外呢资金呢 也还是继续的流入 全球的债券基金 而债券基金的部分 已经连续10周流入 那上周呢 继续流入了97.8亿美元 好这是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向 那我们刚刚讲外资呢 流向亚洲股市啊 那么是很明显的趋势 不过在亚洲呢 如果扣除掉日本跟中国大陆呢 主要流入的这个新兴国家当中呢 第一名是韩国 上周继续流入了7.5亿美元 第二名是印度流入了5.5亿美元 其他呢都是小幅调节 但是呢 如果以今年以来来看的话呢 那么第一名是韩国 流入的是83.7亿美元 第二名就是台湾 流入了50.7亿美元 第三名是印尼流入了11.5亿美元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虽然说这个美国股市 尤其标准标普啦 还有费城半导体啦 纳斯达克啦 不断的创新高 但是苹果今年以来的股价是下跌的 昨天呢投资银行高盛呢 将苹果呢从币买名单 他虽然有买进名单 但是呢 那么还有更高一阶的是币买名单 那么高盛呢 从去年的6月开始呢 那么都会每一个月呢 挑选20到25档的币买名单 那只要条件符合 他就一直维持在名单之上 苹果呢从去年6月呢 一直在这个名单之上 但是呢从去年6月以来 表现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么昨天呢 高盛呢将苹果呢 从这一份名单当中剔除 这也是昨天苹果跌2.54%的主要原因 而他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他的主要产品 预政乏力 iPhone卖得不够好 那么扣除掉了苹果 而且也剔除掉了南方电力公司之后呢 高盛纳进来的呢 是生计大厂安静 另外呢还有专案管理软体公司 Monday.com 以及工程建设企业公司 Volcan Materials 这两家 这三家公司 不过呢苹果人就在高盛的买进名单当中 只是不是必买名单 好那我们看到科技股的点燃 使得呢日本股市也创了历史新高 昨天台北股市也是因此而创历史新高 那么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日经二五指数当中 那么有两家很重要跟半导体有关的 那么一个是晶片测试设备制造商 爱德万测试公司 它收盘的时候呢大涨了百分之三点七 而晶片制造大厂 东京威力客创呢 也继续的上涨了百分之二点四 光是这两档的股票 所贡献的全值呢 就达到了一百六十点 而昨天日经二五指数是涨了一百九十八点 所以呢看起来日本呢也有垃圾盘 就是拉主要的这一个AI相关的公司 然后来带动日本股市的整体的上涨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到美国设厂啊 现在呢看起来在2023年是大爆发年 20222023大爆发年 但现在呢脚步已经迟缓了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在美国设厂的成本越来越高 不只是工人呢不容易找得到缺工的问题 很重要的是呢 他因为规定其实你要拿到补助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在美国采购一些相关的 这一些原物料 可是呢美国自己的生产力道跟不上 所以现在传出来说呢 美国在设厂的时候很需要的一些变压器啦 开关枪啦 大概订单下了之后要一百周 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拿得到 所以呢这一个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啊 包括了台积电 韩国的LG新能源 还有三星电子 甚至于包括了英特尔 他们所有的设厂 不管是新能源的 或者是半导体的 现在都开始延宕 甚至于有一些呢 是取消了 好但是呢 在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 那么马斯克的飞行车 现在又开始引发热议 它呢由这个SpaceX呢 底下的新创公司 ALEF所成 ALEF这家公司 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出 这个这个创造的 开始要生产的 ALEF飞行车 真的是车哦 它的外形就像一辆车 在陆地上是可以跑的 但是呢如果想要飞的时候呢 它前后一共有八个螺旋桨 启动之后呢 它就可以借由螺旋桨的 转速的不同 让它可以转弯掉头 然后起飞 用这样的方式呢 所以这个呢飞行器呢 现在呢预购呢 已经达到2850辆 每一辆的定价呢 30万美元 那这一个订购量呢 是创了飞行航空器的记录啊 所以这个飞行车 还是值得观察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所以陆港股呢 都是小涨的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12点 创盘指数是3039点 涨幅0.41% 那这个深圳城址呢 上涨了3.5点 涨幅0.04%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是小涨了7点 涨幅0.04% 收盘指数16582点 好不过台北股市的部分 那就是大喷出了 昨天开高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是大涨了369点 收盘指数是19305点 正式的站上了19000点之上 而且是19305点 成交金额呢 放大到4988亿元 创历史新高 而且昨天呢 三大法人外资买超了369亿元 而且期货呢 也买超了近多单 5486口 而投信呢 也一口气买超了74.7亿元 这两年来呢 外资跟投信同步 是比较少见的状况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结果 感谢观看